禅家的大爱就是奉献人生 这个禅的精神特质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表示 这就叫悲至双运 那么智就是智慧的智 智就是向上求菩提 就是说你把你自己的生命搞清楚 让你的生命得到觉醒 那么悲是什么呢 悲就是向下来度化众生 它是指我们获得自己生命的觉醒之后 去帮助到社会上的每一个人 所以有两句诗就这样讲 百吃干头需进步 十方世界是全身 那么到了觉悟的很高很高的境界 也就是到了百吃干头 你看怎么个进步 大家给我讲一讲 到了百吃干头你怎么进步 到了这个百吃干头 你的进步就是你顺着这个干子怎么样 对再爬回去 爬到什么地方 爬到我们现实的生活中去 爬回来干什么 帮助别人 所以百吃干头就是我们觉悟了 到了一个很高很高的境界了 当我们到了这种很高的境界 我们不能够为着我们一己的 为着我们个人的这种享受停在那个地方 还要倒着顺着这个干子下来 这个才叫十方世界是全身 所有的云云中生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所以呢 有两句话 就把这样的意思表达得非常非常生动 什么生动啊 叫做上山的路 就是下山的路 上山 就是我们要上求智慧 那么求的智慧开悟之后 你干嘛呀 你还要什么 下山 下山 也就是回到现实 来服务这个社会 服务这个众生 这就是我们慈悲爱情的一个显示 那么如果一个人只知道上山 待在山顶上不下来 这个就叫自了汉 也就是你是个自私自利的家伙 你这种人是不配受到人尊敬的 因为你缺少了一个什么 你缺少了一个慈悲的这样那个精神